心心相连 让爱绽放 祝爱奇儿家庭 喘息再出发 天使新家族基金会 5月17号在台北NGO会馆 邀请艺人奶爸黄子娇 与陈明珠首度合体代言 化身友好天使 与爱奇儿家庭共创特色图腾 并示范彩色图腾毛巾用法 呼吁大众支持天使新喘息活动 黄子娇还分享照顾侄女八天的感受 我才只是八天而已 各位妈妈是一辈子 真的辛苦你们 真的辛苦你们 所以很开心也很荣幸 透过自己的呼吁 我们要让社会大众更明白 所有爱奇儿家族的 所谓的照顾者的辛苦 我们常常忽略到 其实最辛苦的人就是照顾者 主要照顾者 没错 主要照顾者 对 所以我也更加理解到说 在喘息服务呢 需要请大众能够更多的来理解同理 林俊成 王毅成夫妇 带着14岁的爱奇儿云宝 跟手足小恩现身说法 分享跟爱奇儿遭续相处的心情 透过天使新的服务 我修复了自己的张口 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是要改变我 让我知道爱这个功课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原本的样貌 天使新家族21年来帮助许多爱奇儿父母走出来 目前正打造爱奇儿家庭发展中心 照顾成年的爱奇儿 让年迈的父母有路苛走 我相信每个地方 他都有身心障碍的家庭 都有爱奇儿家庭 我也相信一定有热心的人 如果让这两群的人在一定限定的范围在一起 当这些父母的喘息是很直接在乡里里面被成就被造就 产生那个双赢的时候那个爱 我常常说爱在哪里 爱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 协助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家庭里头的其他成员去谈的话题 或者是去表达的一些想法 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组织 其实他办的一些活动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让家人也能够参与跟去理解更多我们的一些困难 打造爱的国度 黄紫娇不仅将小玉米LINE贴图收益 全数捐赠天使新家族 并支持让爱绽放爱新九九任务FB活动 号召99位友好天使 用爱支持爱奇儿家庭 以上是柯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